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背着老婆偷心 但令人跌破眼镜的是张婷当时也在现场 而且她对于林瑞阳拉别的女人的手这种行为也不以为然 还帮老公解释走 现场都是我的妹妹们 And张婷的老回路也是很令人费解的 不过张婷表现得这么大方也不奇怪 毕竟家里的财政大权都是林瑞阳说的算 她没什么地位的 而且林瑞阳外面养的小三小四多了去了 她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完全管不了 罗云熙是给罗云熙早年间是以组合的名义出道的 她的搭档是福云飞 两人曾经拍过不少大尺度和亲吻的照片 因此罗云熙的这段黑历史让不少人怀疑她是给 但其实罗云熙是直男 她和福云飞拍的那些大尺度照片都是公司要求的 公司还给他们设定了一个是爸爸 一个是妈妈的人生 这口味也是很重的 不过早年间的男子组合都会被公司要求卖付 也不算奇怪 毕竟这样才有卖点 讲必当初罗云熙也是受公司所扑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妄加猜测 被她二次伤害了吧 魏大勋赴二代实锤 魏大勋一直被大家调侃是地主家的傻儿子 但其实她真的是货真价实的地主家的傻儿子 她爸爸是做房地产的 名下有十八家子公司 妈妈也是赤诈商场的女强人 公司旗下涉及商场科技等许多领域 做得蛮大的 之前她爸妈还曾把公司的股份 直接转给魏大勋让她当董事 不仅如此 魏大勋还有一家属于她自己的房地产公司 所以说魏大勋是真负二代无疑的 沈月接演转角遇到来 最近有消息称柴之平指导的翻拍剧 转角遇到来 的女主于心磊已经定了沈月 小表辉蒙都知道转角遇到来 是大S的另一经典之作 之前沈月就演了大S最经典的角色之一山菜 现在又要演于心磊 这次赢能量度过来 有请兔资格遇到来 是大S最后一山菜 大S最后一山菜 在那里发生了 大S最后一山菜 是大S最后一山菜 最后一山菜 都会热剧大 在那边发生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